好 另外也看到国际蓝星交流协会中华民国总会 在第一时间就攜手日本辅导会 台北市会及花莲分会将资源挹注花莲 那么时隔五个月这次是以旅游的形态再次来到花莲 那么除了以实际行动支持当地的观光产业 也将日本辅导会十万元的善款转赠给吉安详 感谢你们 爱你们哦 国际蓝星交流协会一行人浩浩荡荡从全国各地集结来到花莲 这是除了带来日本辅导会对于花莲的战后关怀 也希望以实际的旅游行动支持在地观光产业 04 03的地震以后我们号召了全国的姐妹 在第一次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来做第一次的捐款360万 这次是我们来做第二次的捐款 那在刚刚上中午的时候我们是先做县政府的捐助60万 那这次我们是因为日本的辅导分会 他们也知道说台湾的灾情花莲的地震 所以他赞助了我们台湾十万块钱的台币 那我们是代表日本的辅导分会来做这一次的捐赠 江湘长由苏貞则亲自颁证感谢壮 并承诺每一分散款都会妥善运用在救助需求上 江湘公所一定会做好后续的服务关怀 送暖家户的每一个到位的服务激进能够圆满 也谢谢他们带来了花莲的观光旅游 女力的采买力量促进我们整个在产业的发展 后续我们也相约未来的每一年来作为交流 带来花莲暖暖的旅游情谊和我们采买交流 产业的一个分享 感谢由你们我们一起共好加油 民间团体跨海国际将暖心关怀挹注灾区 除了协助灾民占度难关 也为他们带来满满正能量 记者许立琴简安详报导